女朋友变成了敌人,敌人变成了好朋友,好朋友变成了女朋友 男主是一个拥有超能力又很善良的超人 大家好,我是怪叔叔,叫做怪小弟 今天小弟给大家讲一部热血超级英雄的电影《超人高效》 故事一开始在满是超人的世界里,有两个人脱颖而出 超人统帅和女飞侠则是男主角威尔的父母 他们都是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由于威尔还不知道自己的特殊技能是什么 所以不断地锻炼自己,看是否能激发技能 他也没有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爸妈 这天统帅和女飞侠接到市长打来的电话便去执行任务了 威尔要上高中了,好朋友雷拉来找他一起去上学 两人坐上校车后,司机得知威尔是超人英雄的孩子后 表示十分崇拜他 新生们都经历了刺激有惊人的飞天校车后就抵达终点了 在下车时司机递给威尔一张他的名片 说随时有需要都可以打给他 他们刚来学校就差点要被高年级的学长敲诈 正在争执时,美丽的学生会会长小慈及时赶到 威尔一看见小慈就被他深深吸引住了 然而接下来迎接他们的事根据超能力来分班 分别是助手班和英雄班 每个人都必须到台上表演超能力来决定他们的去处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上来表演 而雷拉则拒绝上台表演 因为他觉得超能力应该用在有用的地方 随后午餐铃就响了 他们一群人来到饭堂 威尔就感觉到有人一直看他 没错,就是坏蛋贝伦的儿子火轮 碰巧的是威尔的爸爸把火轮的爸爸抓了进去 一不小心就撞上火轮 吓得威尔急急忙忙跑进厕所 很快到威尔表演了 可他表明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超能力时 一辆车就从天而降 差点把威尔压成肉饼 回到家后的威尔本打算将自己没有超能力的事情告诉父母 但统帅直接将威尔带到一间秘密基地里面 威尔预言又止的 统帅说不能带任何人进入秘密基地 威尔也答应了 统帅带着威尔参观了他们的战绩 他们殊不知的是 在统帅上一次打败机器人的头颅里面 有人正在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威尔在跟班学院里正常上课着 每天都在学习 还有实战演练中度过 十分充实 晚上他邀请班级的同学来到家里复习功课 在与统帅聊天时 他才知道威尔没有超能力 虽然很生气 但却也无可奈何 统帅和女飞侠也差点因为这件事吵架 在学校吃午餐的时候 威尔被弹簧手给故意绊倒了 饭菜也因此被弄倒 不巧的是竟然撒在火轮的身上 这下可激怒了他 就这样他们在食堂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也因为这次竟然激发出威尔的超能力来 他将站在桌子上的火轮举了起来 一把将他甩了出去 于是威尔也从跟志愿班转到英雄班去 在告别志愿班的同学后 威尔来到了英雄班 可班里的分组早就分好了 只剩下小次一人 于是两人就顺理成章的分为一组 两人也走得越来越近 到饭点时 威尔邀请之前的好友坐在一起吃饭时 威尔之就被一个分身女给全部霸占了 无奈的他们只能自己坐一桌 饭后他觉得很愧疚 想请雷拉去只登陆吃饭 他也很愉快地答应了 再上体育课意想不到的是 火轮和威尔成为搭档 共同解救人质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 威尔对成功取得胜利 尽管这样 火轮还是不愿意搭理威尔 一回到家 威尔就看到小词 他声称是过来给威尔辅导作业的 其实是想邀请统帅和女飞侠去参加校友舞会 当然他们很愉快地答应了 晚饭后威尔送小词回家 他也邀请威尔成为他的舞伴 威尔还开心到飞起 而另一边 雷拉在餐馆等威尔等了很久 结果威尔却没有出现 却意外地遇到火轮 在里面当服务员 雷拉就邀请火轮坐下来 在聊天过程中得知 原来雷拉喜欢威尔 而威尔却喜欢小词 两人也因此成为共同期威尔的伙伴 晚上威尔又在和小词一起做功课 这时小词接到电话说 因为舞会的布置出现问题 所以小词打算邀请委员们到威尔家来 结果他们在威尔家开启了派对 小词还说想和威尔独处 结果他竟然带小词到秘密基地里 在他和威尔亲吻时 还趁机偷走奶花枪 小词看到雷拉的到来 便说了一些话刺激雷拉 正当威尔要结束这场派对时 统帅他们回来了 聚会到此结束 女飞侠临走时将统帅的英雄史册递给威尔 在翻看的同时 他看见了拿着奶嘴枪的小词 这才发现奶花枪不见了 紧急之下他拿出司机的名片 让司机带他去学校 另一边舞会刚开始 小词就露出原本的真面目 他利用奶花枪 把现场的人都变成了婴儿 威尔和助手班的人幸免了下来 威尔和小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当学校快要坠落时 威尔飞到学校下面 双手举起学校 最终淑美成功咬断电线 学校才得以幸免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超人高中里那些未来的英雄们 一个个也趾高起昂 从来不跟助手班的人混在一起 倒是那些助手小人物们 善良可爱 并且在最关键的时刻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那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